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可能比培训机构讲的都还要细一点 那我们现在已经讲到51节了 每节20分钟 我估计要讲到60多节 我们才会结束 好 在开始课程之前给大家先看一下这个 这京东 这京东昨天不是有那个买书 买到200减一半吗 那个活动 不知道吗 你错过了一次买 是不是机会啊 买到200减一半 本来我就是网上朋友告诉我 我也想来车车认闹 结果发现京东的系统做了不怎么样 可能营销做了不错 流量太大了 结果网站登陆不进去 后来好不容易登陆进去吧 还不能买 后来我一生气就不买了 所以其实我就在想啊 你看这我购物车里面的书都还有呢 然后瞎点了几版 那么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就是说啊 其实很多时候在做什么事情之前 他还没有把他这个基础环境给搭建好 他就茫然的去做 是不是常常会引起那样的一些问题 最亏的就是什么 最亏的就是我们做了大量的营销工作 最后他发现成交 别人是因为他系统原因成交不上去 这个就有点像什么呢 就有点像我们现在的学习 如果不把基础打牢了 我们就会我们就会在想 我做了大量的这样的一些知识的学习 但是没过多久我就忘了 所以我们无论是做什么内容 我们都要善于去给自己抛出一些问题来 争取把自己的基础给来打牢靠 而且这次因为UI的内容确实太多了 很多地方我给大家讲了还没有足够细 大家以后在工作中主要是要学习一种学习的方法 到时候自己给自己抛出一些问题 然后来解决这个问题 好 今天我们要跟大家讲什么样的内容呢 今天主要是要跟大家讲三块 一个是跟大家讲解一下如何去创建菜单 再次跟大家讲解一下建立对话框 然后跟大家讲解一下我们的用户提醒 notification这一块 那么讲完notification会大概给大家说一下 我们的service以前在讲service的时候 在讲我们的加了这层service的时候 都还遗漏了一点 就是什么呢 如果让service在前端一景 就这样的一个内容 但总的来说就是这三块 菜单 对话框和用户提醒 那今天的内容讲完 其实我们跟我们界面使用的内容就全部都讲完了 那明天都讲一些原理性的东西了 包括自定义组件啊 这些内容啊 样式和主题啊 所以真正的我们把今天讲完了 又相当于学了几个空间啊 这几个空间讲完了 我们就讲完了 但是话说回来了 这几个东西你又不好说它是一个空间 它不像空间那么简单 因为这几个东西比最复杂的复杂组件都还要复杂 最后你会发现这几个东西居然都不是从我们的view计程过来的 所以我们不能简单的称之为UI组件 大家不要搞混淆了 好 那先来说一下我们创建菜单 那么当遇到这样的一个内容 我们要去学习的时候 我们还是上到官网 其实官网讲得很明确啊 重点是什么呢 我们通过官网的它的这些内容 我们去理解一下为什么是这样子 在开发向导里面 我们找到我们的用户 用户接口 你看我平时我都喜欢去看这些文档 包括我在给大家备课的时候 我备完了过后我都还会来看一下 我讲的内容全不全面 比官网这块多在哪些地方 哪些地方还没讲到没有 所以我都很喜欢来看 那么我们用户操作这块 这有一个manual manual的话你不用去细看 你就看右边它的一个列表就行了 就相当于它的一个目录结构 有什么呢 建立manual资源 inflator就是我们的 其实就是压力泵啊 把这个manual资源压成仕途 建立一个option manual 改变option manual对象 建立一个我们的上下文manual 建立一个子manual 还有manual的一些其他的特征 就这样子我们就讲完了 是不是蛮简单的 他这里提供了一些例子啊 那我们怎么样来学习呢 我们这样子来看一下 我要跟大家讲的是讲两块 第一是我们菜单的创建方式 第二是我们的菜单类别 我们需要了解的是什么呢 菜单的创建方式 我们之前讲过 我们一个试图 一个试图的创建方式 是不是有两种 一种是什么 动态的用代码来编写 创建对不对 另外一种就是 我们用xml layout这种方式 xml我们来进行配置 那么如果我们要用layout 来进行配置的话 我们是不是一般都会通过 两种方式来做啊 应该说两个步骤 动态编码就不说了 直接拗一个这个对象 然后把它传进去 set content对不对 那如果我们是通过xml 一般会怎么样做 第一步定义 定义我们的xml 对不对 第二步 inflatter 我们的inflatter 我们的xml 对不对 压力泵嘛 把它压成我们的试图 然后你在set content 是不是给它传进来 这样的一个过程 所以我们这样子的菜单创建 我们猜想 其实也是在界面上显现的东西 所以我们也会去总结 说原来就这样三步 定义 然后给它压成视图 然后设置视图 好 那我们来试一下 这个 这个的内容 我们可以先不去看官网 我们来猜一下 大家想象一下 我这个时候 如果我没有去官网 我来猜 我会怎么样去做 我建立一个新的类 这个类比方就叫manual吧 manual test 我们说第一步 我们是要去建立一个菜单的这样的一个xml 但当我在这个地方 我不知道去选哪个文件夹的时候 你说我到底是放在layout里面 还是放value里面的时候 一 我可以去官网查 第二 我可以来寻找一个规律 大家看一下 我直接在这个resource这个根目录来建 在这有几种类别 看到没有 其中一个就是我们的menu 你点了过后 你会发现他自己就会给他指定一个文件夹 所以这个就是manual的文件夹 这个就 这个不就清楚了 原来manual这个xml 放在单独的manual这个文件夹下面 他不认为它是个layout 也不认为它是个drawable 这样子的一种方式 好 那我们建一下 比方说我这个manual 我定一下 我叫一个 option吧 option menu finish 好 我来看一下它结构 哦 它这样是 它的根的这个元素 名字叫manual 这个我猜也能猜得到 要是我设计 我也会这样 对不对 肯定有根manual这样 因为累了 我们看一下里面 好 原来就有像 一个是叫group 就是分组 一个叫atom 我们先用最简单的 这个菜单分组 我们以前又不是没有用过 你看 这上面 是不是每一列 都是个菜单分组啊 对不对 所以 我们先用atom 最简单的 我们看一下 它里面有哪些属性 id manual的类别 这有个manual类别 类别是什么样的呢 我们看一下它的美举 哦 有什么系统啊 第二的 然后容器的 可替代的 这个类别 大家可以来查一下 这个官网啊 实际上是manual的一个优先级 是一个优先级的一个指定 虽然是指定的类别 这是在类别里面的排序顺序 这个title呢 是 它的一个标题 我们猜一下 标题会不会是它 当然我们设计的时候 也有可能是用text的 对不对 那我们来看一下 有没有text的 没有 好 我们就想到跟文本相关的 就是这个title了 那它可能就是个标题 这个是图标 这个很容易去理解 这个从字面意思的理解 是什么 字符的快捷键 这个理解是什么呢 数字快捷键 那我们就想 就是我们的手机 如果有硬件盘的时候 是不是就可以 比方说你用的里程碑 那么是不是就可以 有一些快捷键 这个很容易理解 什么Ctrl-P啊 这些东西 是否可选 选中的 这个我估计 可能到时候跟它的样式有关 这些都是标准的 就不说了啊 那这里头最简单的 最最常用的 我们肯定就是它了 我们给它定一下 比方说 添加 我再给它一个图标 Icon Icon给它指定一个图标的话 Drible 但是这个时候呢 如果我没有核 我当然可以指定我自己的 做Able 做Able的话 Name 我是不是有个Name 好 这就是一个最标准的 我们来试一下 就这俩 我来做个演示啊 这只是一个Hello World的 大家先不用去记忆它 我只是给大家做一个Hello World的演示 把这个最最简单的定义好了之后 我下面 我当然就要这个里头把它inflator了 inflator的时候 我们想象一下 如果我们在做设计 这个XML 它要到我们的菜单 要到我们的菜单上面 这样一个效果的话 那么它肯定要有一个匹配关系 所以这个我们的时候的inflator 跟我们默认的inflator 可能会有一些差别 至少它的呈现方式会不一样 它的呈现方式会有差别 它比方你传用这些东西 Icon啊 Title啊 这个Title又不是我们Viu的标准属性 对不对 所以我们以前用那个inflator 去inflator的时候 是不是主要是针对Viu啊 但是很显然这个属性传进去 你想象一下 如果你是写这样一个压力笨 这个属性传进去 按照Viu来说 你是不是不认它 所以我们就猜想 会不会inflator上面有其他的子类 专门来inflator manual 最容易的一种猜法就是什么呢 在inflator 如果你起名的话 你肯定也会在inflator前上加个manual 我们来看一下 manual inflator 果然还有我又猜中了 其实我做设计 我也会这样命名 应该这样去猜一下 那它怎么得到呢 我们说以前我可以通过两种方式得到inflator 对象一种是什么呢 get layout 我们以前是通过get layout 得到的是一种 是layout的inflator 对不对 那我们现在要get manual inflator 我们就猜想通理 get manual inflator 果然如此 还有一种是什么 我们以前还有一种办法是通过什么 inflator 直接farm 用layout inflator 直接farm farm也可以 我们看一下manual有没有 manual inflator 它没有 没有farm 看到没有 所以也就是说 这个我们就有些差别了 那我们就老老实实用这种方法 得到了inflator对象之后 我们是不是要把它压过来 第二个它的inflator 传入两个参数 左边有介绍 这个也很容易猜 我们看名字都知道 第一个是什么 菜单资源 对不对 第二个是什么 是菜单对象 这个菜单对象是谁呢 我们来看一下 第一个是菜单资源ID 这我们容易理解 第二个是什么 你要把这个 把这个资源压到哪个manual 你看到没有 是inflator in two 也就是说 这个是我们的目标manual 看到没有 就不要搞混了 因为我们 你看我们这个方法 没有返回值 它不会返回manual 它是把我们的这个对象 说白了 它的输出是在这个地方 这个能看明白吧 好 那么如果这样的话 要是我们来考虑 如果我要来做的话 这个我肯定会做 刚才我们那个资源 应该是manual 下面的option manual 这个肯定没错 然后这个呢 那我就在想 我能不能去定一个 对不对 manual manual 我看能不能new一个 这是个接口 manual是个接口 我就不new了 我先给它附身浪都可以 我就直接给它传进来 用就行了 就这样 就这样 如果它不为浪 就说明我们把这个 给它压成功了 对不对 然后我就在想 我们下面我们的系统 要让它支持这个manual 有没有什么办法呢 看有什么方法 让它显示 因为我们都知道 在我们的手机程序上面 比方说 我把这个模拟器打开啊 在我们手机上 我们是点了manual 这个按钮 它才会去显示 我们的manual 对不对 所以在这个地方 我们猜想一下 它的业务流程 应该是怎么样子的 业务流程 是不是应该 第一 我们这个manual 肯定有显示方法 把它秀出来吧 对不对 第二 就是 它是不是要去监控一下 我们按了manual 那个按钮 用什么监控啊 是不是用onkey啊 这样想 你别看 可能你以前学过这一块 觉得也很简单 然后今天听桑迪讲 怎么跟你以前学的不一样啊 那就说明 你以前学的时候 没深入思考啊 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在这个manual里面 那么有没有办法把它给呈现出来 我本来想用秀的 但是看到好像没有一个秀的方法 perform 唯一的行为 这也不是notify呢 很有可能是notify 但是很遗憾 它这个地方没有 没有给我们提供出来的样子 我们来试一下啊 因为在manual里面 除了notify之外 就没有别的让我们看起来 像是去秀它的这样一个方法 对不对 或者是什么 还有一个办法 或者 这样子我先演示一下吧 你看没有别的 可以把它显示出来的 好 我们就再直接 uncreate里面 我们来调用一下 看一下效果 如果说它这个时候能够正常的显得出来 是不是就在uncreate的时候 这个manual就会呈现 是这样吧 大家去思考一下 我正在做一个实验 这个实验 这个实验即便不成功 大家也要看一下我的思路 我要怎么去思考 把它指定 指定这个activity 这个是manual test 这个是manual test 它是为主activity 再实验一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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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实验一遍